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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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般 优优独播剧 优独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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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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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龙 精彩 真是龙骑世间的 边缝之战啊 文青一代的修炼者 不容小觑啊 阵况如何 伯仲之间 胜负哪六啊 司马凌空赢不了 你别整他人威风 司马凌空虽然人品败坏 实力还是很猛的 东蜀国不善培养龙骑士 他远赴西大陆 学了十年才有了这身本事 你为何笃定司马凌空会输 司马凌空和赛欢旗鼓相当 两条龙也属同一品级 但在人龙配合方面 赛欢还是劣胜一丑 说得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小刺人 好手心的少手 好手心的少手 什么少手 你没听到 我这敏捋超凡的灵石啊 没什么 听错了 司马公子 我家主人说了 不能让你说 到底想干什么 我家主人还说了 也不能让你 只好劳烦司马公子 配合一下 什么情况 我这看不清啊 全是 到底什么情况 他们这是打平了 你看就住他们伯仲之间吧 死马林峰也算是劲烈了 是啊 五父无权子 司马少爷 的确是东楚巧楚 陛下 现在一胜一平 天阳国已经赢了大半 陛下 君无戏言 您说过的话 可要算数 其人太深 最后一局 若是东楚国赢了 那便胜负相抵 天阳国也休想占据南锤 玉公主 前两局你们都没赢 这最后一局 您是哪来的底气啊 她 她就是本公主的底气 不错 陈南也是东楚的青年才俊 陛下和玉公主都如此赌业 那这位公子一定本领非凡 那当然 后义公你们都看到了 她就是操控后义公的天才 对 月儿 别再说 你们看到老半舅嘚瑟的样子 最后一局我就让她看看 我们东楚国的厉害 你帮我怕天上有地下壶的 我听得都有点面色发烫 你以为我真想夸你啊 你除了贵用后义公还有什么能耐 总不能让我跟大家捧 你那三脚猫的功夫吧 后义公 没有娶 四马公子果然厉害啊 是啊 幸好我们赌业有多因情 恐过期待了 福南公子 请速度下场展示一完吧 展示展示吧 对付鱼龙骨 不必动用后义公 观战半叉 本宫有些计仰 打算也下去玩一场 什么 这跟公主亲自下去 这怎么可 月公主千金之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种感觉 这澎湃内力如此深厚 陈南塔 已入三界境界 三界无城 想不到 东楚青年之中竟有如此高手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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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南你疯了 你降总也不至于不要命吧 狂妄 吃药 你认为呢 好啊 大言不惭 就这样说定了 你可不要后悔 好 陈南 你若能取胜 不论你提什么要求 朕通通答应 我的要求是 做主婚事 这 荒唐 陈南 你提的是什么物理要求 陛下 我和玉公主的婚事早已定住 您可不能 住口 我势为重 但由陛下决断 好 朕 答应你 哼 小子 别太狂妄 大师兄 陛下 请允我 换龙入场 准 小子 小子 请允我 冬 不想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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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巨龙 抱歉 暴风性子 比较野 自己去了 真的